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頻道,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要知遊戲事 相信大家都知道343工作室做的四代、五代、無限 真人電視劇是大型同人作品 新玩戰衣2除外,它是優秀正傳 多虧Bungy從2001年起發布的最後一戰戰鬥進化 Helo這個龐大的IP有完整世界觀 再加上Forge的幫助 也讓有才華的藝術家得以大展身手 創造無數美好回憶 除此之外,不少多才多藝的創作者也上傳自製精華到各大平台 讓粉絲得以在Helo於2010年正式結束後 繼續享受朝聖之旅 今天我要來分享幾位生機大佬的作品 希望各位都能大飽眼福 資訊欄會放大佬們的頻道連結 方便各位尋找 在正式開始前 麻煩各位訂閱本頻道加打開小鈴鐺 以及看影片裡有興趣的廣告幫我賺點收益 這樣我才能繼續噴343 非常感謝 第一位是有37萬訂閱的Soda Lee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是2020年的《回滅戰士》 當時他只用2分多鐘的動畫 就完美呈現《回滅戰士》的勇猛無味 十分痛快 後來他在2022年的時候公開自製的最後一戰作品 並以半成品搭配數字當標題 邊做邊放 相信各位只要看一秒 就能認出這是Rich的美術風格 不管是浩瀚的太空戰鬥 還是雙桿拉滿的近距離廝殺 又或是最後的載具大決戰 還有背景那熟悉的旋律 一聽便知道是哪帶的經典音樂 都能看出Soda Lee的用心與熱情 雖然這幾部影片看起來像是單一片段 但實際上可以串成完整的故事 觀眾每看完一集就會越來越想知道後續發展 大家要知道 一部好作品不僅僅只是高品質動畫 更重要的是能觸動人心的劇情 2023年3月10號 Soda Lee將他所有放出的片段 剪接成一部25分鐘的影片 以Remember當標題 看完後 我才意識到原來這部影片 假設的是Rich星的殞落 在正常人類方超過10億死傷的戰鬥中 邦局用遊戲與小說描述斯巴拉戰士的勇猛 Soda Lee則用精美動畫 再次告訴我們別忘記所有守護Rich星的男女老少 並記住即使敵人再怎麼強大 也千萬不要放棄希望 這麼棒的影片 底下有著留言理所當然的在嘴Hello電視劇 某人戴頭盔就無法表達感情 大概是指這部25分鐘的影片 還有一著留言也超好笑 哇塞 Soda Lee只花了25分鐘就拍出一部成功的好片 反觀隔壁那拍了兩季真人影集的派拉蒙 這則更諷刺 一名粉絲自製的25分鐘影片 比花了數百萬美金的工作室拍的真人影集還厲害 Soda Lee目前正在製作《一成余生》 對這遊戲有興趣的人也一定要支持哦 你有沒有想要讓喜歡的人物圖片看起來更栩栩如生 而且還能有讓人臉紅心跳的親密表現呢 那麼DreamVid絕對可以實現各位的願望 首先選好兩張真人圖片 當然也可以是你喜歡的人的照片 或是像劍心馬奇英雄傳這種建模比較擬真的人物 然後依照介面指示及教學放上兩張照片 接著交給AI處理就好囉 大家可以多選幾張照片 這樣效果會更多樣 除了親吻還有擁抱即換臉非常有趣 不過AI畢竟還在學習 所以產出的影片可能會讓各位覺得很好笑 但也比有一番風味就是 能讓靜態照片有這樣的效果也是很厲害啊 這麼有趣的APP趕快去下載吧 接著是BBA 雖然這部片只有1分38秒 但畫面非常擬真 描述題五號內部人員即將突擊安靜置突擊的情形 陸戰隊打開衝撲槍的電源 ODST上場散彈槍 簡直是美妙的ASMR 背景搭配KISS艦長的台詞 加上軍人的整裝待發 以及最後的士官長出場 讓我想再次重溫那經典的搶攤戰役 再來看的是Brussels Studios 這位創作者好像是自創一場太空戰役 因為我在Helopedia找不到資料 但是在Helophaneum看到專屬頁面 影片標題為塔拉托加保衛戰 那我來科普一下戰鬥經過 通常情況下 人類需要三艘戰艦才能與新萌的一艘戰艦抗衡 可見雙方的科技差距 因此每次的大戰 人類方總是死傷慘烈 如果新萌出動航母 人類方甚至也有可能會陪上整個戰鬥群 西元2540年 一艘5公里長的新萌CAS級突擊航母 入侵人類的塔拉托加殖民星球 三代的鬼影號戰艦也是此類型 UMSC派出內華達跟阿提米斯 兩個戰鬥群共14艘戰艦迎擊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這位創作者讓雙方打得有來有往 電漿魚雷、射手型導彈、四波神型核彈頭 在漆黑的太空裡炸出閃燕 比較可惜的是只有大型船艦在戰鬥 沒有出現魅影號、天使號、長劍號 這種比較小的戰機 但影片仍然很精彩 最後,雙方的戰艦全毀 但是塔拉托加星球上超過1900萬的居民卻得以逃離 底下又有留言在嘴Helo電視劇 你的影片只有4分多鐘 卻完勝花費高額預算的Helo兩季電視劇 看完了那麼多擬真的作品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比較可愛的畫風 這個頻道專門創作可愛類型的影片 而且還容納好幾部作品 像是《星際大戰》、《絕命一次元》、《毀滅戰士》、《戰錘40K》、 這部影片呈現的是各角色在25公尺的距離下 拿手槍打靶的準度 值得注意的是 每位角色開槍的音效都忠實還原原作 而且得分表現也跟原作一模一樣 像是那個永遠打不準的風暴兵 越後面越好笑 士官長甚至開著遊祝號狂轟 再來看的是超帥作品 Hyper頻道去年發布的這支熱血又搞笑的影片 播得超過1100萬次觀看 描繫兩位三代風格的斯巴拉戰士 從逆境中殺出一條血路 除了一發狙擊槍子彈可以轉彎來達到多殺這種精品操作 還有最後的卡冰槍BUG 都勾起了我以前玩三代的回憶 在HELLO工作室宣布使用虛幻引擎後 這位大佬放出自己用虛幻引擎做的片段 那個彈頭先生頭盔的反光真是漂亮 感覺她做的比HELLO工作室還要好 最後要來看的是NOTPP 雖然她的頻道只有1.86萬訂閱 可是我很喜歡她的影片 因為她喜歡做那些很少被討論的細節 有四部影片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順便科普 第一部影片是意料之外的同盟 時間點是一代第六關的343引導者 在逃離地下設施時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其中一個平台躺著兩具人類屍體 兩具彩狼屍體 一堆散落周遭的武器與彈藥呢 其實以前就有網友在討論 這兩個不同種族的士兵 會不會再見到可怕的蟲族後 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暫時聯手 彩狼加入辛蒙的動機純粹是為了錢 他們不怎麼在乎朝聖之旅 沒有很狂熱的宗教信仰 而當現在冒出比人類和辛蒙還可怕的蟲族後 從理性的角度分析 與人類合作生存的機率肯定比較大 儘管我們不知道實際情況是怎樣 但是這種猜測也增添不少趣味 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知道 第二部影片是《殺出隔離區》 短兵熬戰小說裡寫道 Johnson之所以沒有被重組感染 是因為他長期暴露在輻射環境下 重組才無法轉化Johnson 但不少網友都認為這免疫理由太瞎 而且比人類科技還要先進的先行者 竟然會不知道這種治癒方法 因此官方後來在圖形小說裡 畫出Johnson其實是靠著過人的戰績 成功逃離地下設施 沒有被重組感染 總算是致圓其說 這位創作者則將這個小故事做成影片 並搭配大家一定都有聽過的音樂 看完後 又想起當初玩異代第六關的PTSD了 第三部影片是馬文 莫布托的旅程 時間點是異代 主要取材質遊戲跟重組小說 從辛蒙突擊秋風之敦號開始 我們可以看出馬文的不凡身手 之後他搭乘逃生艙降落到林士特區 並從辛蒙的包圍網中成功逃出 他獨自一人在陌生的環帶上求生 之後被三四三印刀者傳送到被重組入侵的圖書館 取回鎖影器 馬文只靠著身上的陸戰隊護甲與人類武器 一路殺到了鎖影器的位置 可惜最後仍不敵海量的重組 屍體被殺到智力破碎 連重組也無法寄生 如果馬文真的成功拿到鎖影器 那三四三印刀者也就不用麻煩四關長117了 四關長從狗牌認出他的身份 並說了一句 雖然我沒見過你 中士 但我真希望能認識你 你是一位強悍的戰士 最後一部影片是《蒙巴薩之戰》 時間點是二代 西元2552年10月 悲創先知率領神聖風仙艦隊入侵地球 希望能在非洲大陸找到通往方舟的傳送門 而在悲創先知離開後 地球戰役還沒有結束 因為部分新蒙船艦能留在地球 持續燒殺掠掠掠 UNSC集結軍隊 是要奪回師徒 儘管風格是舊二代 但是在NATPP的敲手下 冷完整呈現了雙方的廝殺過程 以及載具的威猛 更棒的是 還有鬼面授奉真相先知的命令 背叛精英的場面 連這種細節都做出來了 真的很佩服 雖然我們都知道人類最終贏得了地球戰役 但是這種戰鬥真的百看不厭 希望未來能看到更多 目前NATPP正在製作突擊 秋風之敦號 取材之遊戲跟重組小說 一代故事裡 幸存的人類降落到環代後 打算奪回被新蒙佔領的秋風之敦號 底下有著留言 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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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嘴電視劇 用幾百萬美金做出的垃圾電視劇 比不上同人做的細緻影片 可見真正的粉絲是多麼討厭派浪萌拍的爛劇 在看過這麼多優秀的作品後 不覺得那個有為然當靠山的 HELLO工作室真的得好好檢討嗎 那麼以上就是本集的所有內容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HELLO影片 也歡迎在留言區跟大家分享喔 HELLO